十点听书会员 一千本好书 懂你想听 晚上好 我是素年锦时 今天你过得好吗 今天的文章 关于莎士比亚 来自作者水清 我们一起来听 我宁愿失去印度 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 英国首相丘吉尔 曾如是说 莎士比亚医生身兼数值 诗人 剧作家 演员 导演 然而 人人都知道他 但人人都不能真正了解他 关于他的史料 更是少之又少 曾写过 风靡一时的万物简史的布莱森 用一贯幽默的笔法 和温和的洞察力 写下了这本 莎士比亚简史 他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复杂历史中 找出了一些有趣的小细节 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 通往莎士比亚时代的旅行 结束这场旅行之后 我发现了 如莎士比亚这般优秀人士身上 通常具备好几种顶级思维方式 日本企业家道圣和夫认为 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比拥有 智商 体魄等其他能力 更为重要 为什么自己明明很努力 却还是屡遭失败 为什么有的人看上去不聪明 却似乎总能轻而易举 获得成功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 莎士比亚简史这本书 来学会处理事情的逻辑和方法 从而跳出困境 第一 整合思维 把吸收到的信息整合起来 化为己用 1564年 莎士比亚出生在 瘟疫 结合病 天花 肆虐蔓延 现有人口数量 也难以维持的时代 那一年 英格兰近三分之二的新生儿 都死了 幸存下来的小莎士比亚 喜欢在城市中漫游 那里有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 广场上满市 终于能够进入 寻常百姓家的印刷书籍 当时 人们的生活 都受到了严苛的法律约束 连人们穿的衣服 和吃的食物 都受到了管控 莎士比亚的父亲 就曾因在街上 留下一堆粪便 而被罚款一先令 莎士比亚带着灵感和天赋 沉浸在充满了烟火气的 16世纪的英国 这一大堆原始素材 都在等待着 未来的剧作家 去吸收创造 彼时的英国 暗波汹涌 在内 伊丽莎白执掌着大权 然而 她遭到数任教皇的攻击 他们将她逐出教会 并公然放话 要暗杀她 在外 英国人只用了三个星期时间 就重创了西班牙 无敌舰队 莎士比亚把青少年时期的 所见所闻 吸收整合进了自己的剧本创作中 莎士比亚有四分之一的剧作 都围绕着皇室继承问题而展开 在历史剧中 她也多次以 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史实 为重要素材 生活中 我们常常能遇见一些人 他们不仅能侃侃而谈 也能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安排得井井有条 通常他们都具备了整合思维 具备整合思维的人 时时刻刻张开着毛孔 吸收着外部信息 他们善于从吸收的信息中 提取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并整合成属于自己的东西 整合思维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积累 一个是整合 我们只要掌握这两个层面 并且学以致用 必定能在生活和工作中 发挥出巨大的效应 第二 瓦拉赫效应 善于经营自己的长处 七岁时 莎士比亚进入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学习 大量的阅读 为其终其一生的写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八岁时 莎士比亚与年长八岁的 安妮海瑟威结婚 第二年生下了女儿 两年之后一对龙凤胎出生 家庭责任在间 莎士比亚便努力寻求 事业上的成功 为了寻找更多机会 年轻的她离开家人 前往伦敦 那是戏剧的黄金时代 伦敦的剧院每天高朋满座 有时观众一场就高达三千人 与此同时 对表演素材和需求非常迫切 演员和剧作家有很多工作机会 1594年 莎士比亚显然已走上了成功之路 有一位贵族很欣赏她诗歌方面的才华 给了她很多赞助 提供了很多资源 然而 她最终还是离开了诗歌领域 完全回归剧院 开始潜心于剧本创作 众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这正是莎士比亚擅长 且愿意全情投入的世界 几十年间 她在这个擅长的领域里 长袖善舞 创作出大量闪耀世界的作品 获得了世俗的成功 也实现了自身生命价值的圆满 曾有一个名叫瓦拉赫的人 他用功于文学和油画 但都被老师批为过分拘泥和笨拙 在化学老师的建议下 他开始学化学 谁料 他的智慧火花一下被点燃了 并最终成了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瓦拉赫效应告诉我们 一个人成功的诀窍在于经营自己的长处 找到自己的长处 并且用热情去投入 如此我们的人生才会不断增值 第三 木桶定律 克服人性短板 避开城市暗交 莎士比亚有很多竞争对手 马洛便是其中一个 他虽出身卑微 却靠着聪慧和奖学金上了剑桥 因此地位颇高 他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却因一时的锋芒惹上了麻烦 他被指控亵渎了神灵和无神论 在这种背景下 他还去一个寡妇家 跟三个性格可疑的男人喝酒 期间 他们因为账单发生口诀 情绪不稳 有暴力倾向的马洛 抓起一把匕首刺向旁人 那人夺过匕首 当场杀死了马洛 年姐29岁 正是创作状态极佳的年纪 也有人认为 马洛早在暗杀名单里 发生的口诀 只是他们导演的一场戏 但无论如何 马洛是为自己容易动怒的脾气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很多人表示可惜 有作家断言 如果莎士比亚也死在那一年 我们如今会认为 马洛是更伟大的剧作家 与锋芒毕露 情绪不稳定的马洛相比 莎士比亚的性格更为稳定和柔和 他避开了性格冲动的暗交 克服了情绪化的人性短板 最终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 走到了最后 自从潘多拉打开磨合之后 人性的弱点就如影随形 贪婪 极度 冲动 木桶定律认为 这些短处往往是限制我们能力的关键 一个木桶最终能装多少水 不是用最长的木板来衡量 它受到的是最短木板的限制 所以要让木桶装更多的水 我们必须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 取长补短 从而摆脱人性弱点对我们的控制 第四 成长型思维 你怎样度过疫情 就怎样度过一生 1592年至1593年间 伦敦爆发了可怕的瘟疫 伦敦的剧院 被正式下令关闭 而且此后的两年内都不得饮业 莎士比亚是怎么自谋生路的 史料中查不到痕迹 但他回归以后 交出了一大串剧本 包括赫赫有名的 罗密欧与朱利叶 威尼斯商人 理查德二世 1603年至1604年 瘟疫再次降临 伦敦的剧院再次歇业 就这楼上一家的吵闹声 疲惫的沙士比亚 还是写出了奥赛罗 一报还一报等剧作 去年 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有人曾说 你怎样度过疫情 就怎样度过一生 确实如此 美国著名发展学领域研究者 卡罗尔·德维克认为 我们有两种思维模式 一种是固定型思维 一种是成长型思维 固定型思维的人会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遇到这种百年一遇的事情 疫情阶段 他们失去外在约束之后 就变成了不思进取 虚度光阴的人 而像沙士比亚这样的 成长型思维的人 有大局观 他们会把不幸 当作一种体验 一种学习 通常 成长型思维模式者 高度关注 提高知识水平的信息 对他们来说 学习才是第一要务 最终 在外界的狂风暴雨中 获得内心的宁静 和事业的成功 所以 方舱医院里 有人手捧政治秩序的起源 读得津津有味 樊登去年一年 阅读了90本书 随后他上直播 卖书 让内心渐渐有序 我们的一生 总会经历磨难 这些是挑战 更是机遇 人生就是春重秋收的过程 只有耐得住 长久寂寞的人 才能最终守住 满树繁华 我们要用成长型思维 去磨练自己 在低谷中寻找良机 如此 才能比常人 看得更宽 走得更远 活得更深 1613年左右 莎士比亚回到了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52岁生日那天 莎士比亚在故乡逝世 沙翁给后世 留下了37部戏剧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他的四大悲剧 奥塞罗 哈姆雷特 李尔王 麦克白 失败者 各有其堕落的原因 而成功者 成其为优秀的原因 大抵相似 虽然 这也摆脱不了 时代运气的因素 但除去这些外在影响 要想成为 更加优秀的自己 我们需要做一些 刻意的学习 学习这些 优秀人士的思维方式 修正自己 对事物的固有看法 让自己的思想 不断更新迭代 让这些顶级思维方式 成为自己 固有的行为方式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就是这样 祝你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